骁龙615塑料材质机身小米4i评测 小米4i是小米手机中少有的 未在大陆地区进行销售的机型 因此令该机多了些神秘色彩 从名字来看 小米4i感觉像小米4的衍生吧 再看看其配置售价 不免让人感觉小米4i就是小米4的低配版本了 从实际使用感受确实是如此 小米4i搭载一颗骁龙615处理器 服役2GB预情内存 而小米4搭载的是骁龙801处理器 两者在处理器方面存在差异 此外小米4i前置摄像头为500万像素 而小米4前置摄像头为8暖像素 不过不经常自拍的用户也无需在意 在材质方面 小米4与小米4i之间最大的差别是 小米4采用了金属边框设计 而小米4i则让人感觉稍微廉价 而是采用的塑料其身 不过手感依旧出色 而且不易留下指纹 售价方面2GB小米4的售价为1499元 而小米4i约合1300人 两者还是存在着200元左右的差价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下小米4i 外观 单手握持 单手轻松操作 手感依旧出色 小米4i 并没有延续小米4一贯的金属边框设计 而是采用了更加实用的塑料材质 可以降低成本 进一步降低手机售价 不过小米4i虽然采用的是塑料的外壳 但是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拿到小米4i的第一感受是舒适 看似中央的设计 却带来了很好的握室体验 5英寸的触摸屏分辨率达到了1920x1080 单手握时手指可以覆盖80%以上的屏幕 对于有单手操作习惯的用户 是个不错的消息 屏幕上方是一枚5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以及听筒传感器 屏幕下方则是三枚 带有背光的虚拟按键 小米4i背部配置一枚 1300万像素后视摄像头 并付以双色温闪光灯 背部下方是扬声器 以及小米logo 音量键及电源键安放在机身右侧 机身左侧为SIM卡卡槽 而机身顶部和底部 分别为3.5mm的耳机插口和数据线接口 总体来看 小米4i的材料虽然选择成本较低的塑料 但是整体做工及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并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加持5英寸的触摸显示屏 也更加适合单手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 音量及电源键略感声色 若能再次提高 将更加让人喜欢 UI起优参半整体较有满意 由于小米4i不在国内市场销售 因此在UI方面与国内的米UI略显不同 小米4i减去了一些适合国内用户的功能及作用 而增加了Google和Facebook等适合国外用户应用和服务的 从实际体验来看 确实不太适合大陆用户使用 在锁屏和主页变化不大 小米4i所搭载的是基于安卓5.0的米UI6 因此主页风格和图标样式 依然采用简洁扁平化的手机特点 在屏幕中下滑 也可呼出下拉菜单 在下拉菜单中 我们可以看到通知及快捷设置功能 在主页点击菜单键 即可进入后台应用管理 用户可以实现一键清除 这一点与国内版本的米UI差别不大 不过在键盘输入法上略有差异 彼者寻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九宫 也没有找到九宫格拼输入法 最终还是选择下载了第三方输入法 对于国内用户来说